佛在凌山莫愿求 凌山旨在无心头 我们在最后是用佛在凌山 推出我们的发愿的道具 那我们设计了六道拱门 也代表六度的万行 祝福 头猪痛 灯亮几乎考倒了工程师 因为我们公司本来就是做一个灯光的设计 所以对我来讲应该是蛮进而易举的 可是没有想到这次的任务 其实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 时间紧迫更显真情真意 这个作品这个说法才被缓缓推出的时候 真的内心有无比的感动 对那感谢这一次的团队 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付出 以和乙法来供养商人 有很多来宾我的朋友 就说他们流眼泪 说你们持记 一定有很多云南武器的高手 你们都在肢体里面让大家很感动 生命感动生命 年长志工陈建雄参与刀具制作 不以老为老 今年几岁了 八十 所以眼力还是很好 还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另外的生活活动是比较好一点 我是喜欢爬山 完美的呈现 背后手工要求极致细腻 却是仰赖这位六十五岁从事医疗器材的老板 因为我是没有那个基础 但是我有很多一些很细的医疗器材的器材 可以用 当然用的单的都很细 零点五公分零点二零点一 接到手都破皮漆水泡也心甘情愿 因为施打疫苗走入此际 也带着我们家师姐 近视党在我家这么近 我都没有来过 我看了里面以后我也长得感动 哎呀 这么好的环境 我怎么这个时间才接触到 不需要言语 然后在他们的展现 其实他们是在用身形教育着我们 然后触动着我们 在慈祭的这一个法船里面 我们要更精进 人人都是很真诚 分组分工不分心 各区团队接绑分享 感受凝聚的力量和气之美 大家新闻 肖志杰天志中 梁家明台北舞蹈